大家好,现在为大家讲解实力数、安装以及操作视频 首先的话,手柄的话先放到挂架上 这边的话是有弧度的手柄 这边的话是平的手柄,作用是腹部、臀部 这两边手柄的话是作用手臂或者是大腿、腿部 我们看一下仪器后方,是我们一个手柄的插座 首先的话要安装它的一个工作手柄连接仪器 解开一个 往下这样拉,左右不能摇晃 安装的时候的话就是对着这个线是朝下的 安装的话它是有四个插口 四个插口的话,这两边的一个插口的话 是控制里面设备AB的一个能量强度 这边两个是控制CD的 那如果是这两个瓶的手柄安装到这里的话 那我们需要工作的时候就要调CD的一个工作能量 要相对应的 如果安装这两个瓶的,安装到这里的话也没关系的 手柄的插座都可以通用的 安装到时候对准 按压指向按压下去 然后这个两个卡扣的话 要记得按上卡上卡紧手柄 三个手柄的话我们也是同样的安装步骤 那仪器的话后方我们再连接电源线 再打开我们后面的一个开关 然后仪器的话是随机启动了 这个屏幕显示的话是有自动模式跟手动模式 首先的话讲一下我们一个自动模式的一个工作界面 进入这一个界面的话是可以选择设置女性男性 根据不同的一个性别选择 这个第二横的话是选择不同的年龄范围 可以设置选择好 下面的话是选择设置不同的部位 腹部 手臂 肩 臀部 坐盆体肌的部位都可以选择这个 腿部 选择最后一个 那我们设置选择好的话 我们再按这一下方的进入下一个工作界面 这个我们是自动模式的话是有五个不同的一个训练模式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那这里的显示的话是你当前训练模式的一个频率阶段 它这一个是一分钟将继续到继续 切掉默认的一个训练频率的话 我们可以按这个键去切换 好 这里是下一个频率阶段 是这里的模式下一个阶段 那不想在这个键切换可以切换 然后这里的话是工作时间 30分钟 默认系统是30分钟 我们可以设置到60 可以进行调节 正常建议的话是一个部位操作30分钟 所以正常我们不需要调节 我们需要调节的话是它的一个能量强度 能量强度的话这个是AB AB的话就相对应的这两边的一个插口 是插入安装是我们这两个手柄 那就是控制这两个手柄 CD的话是靠这两边的一个控制手柄 那么安装的时候是这两个手柄 先插到后方仪器这里 那么如果我们想做这两个的话是这两个同时 我们调节它的一个能量强度 可以设置0到100 如果想四个手柄工作的话 那我们这两个CD也是调节它能量强度 也是0到100 那么操作时候的话可以以低能量强度 根据顾客的耐受度的话再逐渐加强 那设置好的话我们再按这里的键才能开始工作了 我们来示范一下 这个是四个手柄工作 如果需要两个的话我们去分据看哪个手柄 然后这个是两个手柄 暂停键是这一个暂停键 接下来的话再讲一下我们手动模式的一个界面 点击这个位置 也同样的话分为设置选择 女性男性 再选择不同的年龄范围 选择不同的部位 腹部 手臂肩 臀部 盆底肌 腿部 选择设置好的话我们再按进入这个 设置我们一个手动模式的一个频率 频率 频率的话这个里的话可以设置三种不同频率 这里的话F1的话它频率的话是0到150 0到150 0到150 我们建议的话这一个频率的话是设置50 这里5 F3的话设置150 这里是10 工作时间30 可以设置到60分钟 默认的话正常一个部位操作30分钟 现在这个就不需要调 这边是它的一个手柄的一个能量强度 AB是这两边CD是这两边 这一个F3种频率的话它是工作自动循环的 5分钟1分钟5分钟5分钟1分钟的三种自动切换 那么设置好设置好的一个频率之后我们再按这个键 进入工作室的一个界面 同样也都可以设置它的能量强度 能量强度都是根据顾客的一个耐受程度去逐渐加强 这里的话是开始键 这里的话我们开始现在工作的一个频率阶段是F1的 那如果想切换掉默认的一个工作频率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键切换 我们首先要注意工作的时候两个手柄不能相对的工作 然后仪器后方的仪器线这里的话不能弯折到它或者是压到它的线 要捋一下后面的线以免损坏手柄 在工作时候的话我们手柄工作的时候不能对着屏幕 接下来的话我们示范操作 这里的话我们板带的时候先系好这个板带 然后再把这个手柄插入这里 在操作腹部的时候我们要根据顾客的腹部大小 选择一个或者两个的一个手柄工作 在操作时候的话探头要注意要贴紧操作部位 避开骨头明显的位置 我们再点击开始 上面区域的话我们是静置操作的 一个部位建议操作三十分钟 这一个是作用手臂的 先系好板带在手柄里面 再固定好 腿部也是 现在的话我们把门量调从低开始二十五 然后按开始 同时使用顾客的一个感受 如果没太大的话我们再准备更加一下门量调子 下一次 这个时间加强 每个部位的一个感受都不一样了 部位不同 承受能力也会不一样 所以要操作时候询问顾客的一个感受是否可以接受 如果没太大的话我们再逐渐加强它的一个工作能量强度 很开始 很开始 需要做幸福做变的话我们去个手里的话 把这一个更换更换 很简易的 然后我们先 把这个手柄切下来 从下马上这样子 我们可以拆更换这个 再安装这一个座垫的里面的连接插头 然后再卡紧 然后再卡紧 然后我们建议的话 这一个工作频率55 F3 C150 能量强度的话就根据从第一开始 根据顾客的一个承受能力再逐渐加强 首先我们这里的话安装的是这一边的话是控制CD的 那我们这两边就关开 就开这里 按这里进入 这里开始 这里的人压输出在这一个区域 没有感觉到它在主性的加强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款仪器的讲解 我们下属的最后的时间 如果我们看到我们下属的裏面 就是我们下属的 看起来 我们下属的这些人 我们下属的时间 下属的时间